目前大陆各地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的实施 对包括大陆同胞在内的符合条件的民众都会做出妥善的安排 多位台胞受访表示 对大陆疫苗有信心愿意尽早的接种 那北京市呢是从1月1日开始 启动了新冠肺炎疫苗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 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超过190万重点人群的接种 在今自愿接种疫苗并且符合条件的台商的接种工作 是由北京市台办协调北京台资企业协会来进行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呢 大陆的疫苗接种完全是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 岛内某些政客以及某些媒体 依照所谓的半强迫接种 完全是恶意造谣 大家都要填这么一份 这个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对吧 每一位接种的台胞都会填写这么一个同意书 来表达他的个人的意愿 那去年12月15号 大陆正式开展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呢 截至到今年的1月20日 已经累计开展疫苗接种1500万人次 那有40多个国家提出进口大陆的新冠肺炎疫苗的需求 有些呢 也已经批准使用大陆的疫苗 这些呢 都充分证明大陆新冠肺炎疫苗良好的安全性 所以呢 事实胜于雄变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某些媒体污蔑抹黑大陆疫苗 使用心卑劣 使用心卑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